就是這支舞蹈讓年近16歲的新亞要上國際舞台 將在韓國推出新專輯 單曲還是由韓國男團EXO的御用唱片製作人所打造 早上8點進到公司 然後就要把手機交出去 然後晚上回宿舍的時候才可以把手機拿回來 然後一天就是累積7到8個小時 然後一直訓練跳舞 能夠一炮而紅發唱片 是一位新亞從萬人甄選中脫穎而出 在經歷一年的淘汰賽 以及長時間的培訓 從一位素人高中生成為學生女神 輕輕的嗓音 甜美的外表 出道不到三個月 廣告代言 戲劇電影的邀約就不斷 錯過至少賺近400萬元 替家裡分擔 不少佳計 個性乖巧 董事的新亞其實還有一個身份 就是替媽媽賣雞肉飯 出身擔心家庭 希望能減輕媽媽的負擔 新亞有時間就會在家裡幫忙 或是吸引大陸媒體報導 新亞還因此成為台灣美食的推廣大使 她很乖 她如果一有空下課 她就會回來 然後就站在這邊 然後一直幫忙 一大堆的男生都會過來看她 電行生的日子相當辛苦 還要兼顧客業和家裡生意 新亞不喊淚 因為能獲得韓國創片公司的賞識 未來有機會進軍國際 又能替家裡賺錢 讓她迫不及待投入演藝圈 高校生的實力不容小覷 記得郭馨廷 陳子芬 台北藏不道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